12月12日,周海妹工作室公布周海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后,周海妹的绯闻男友李贵甫痛哭发声,把矛头指向了周海妹的助理,趁时周海妹的助理没有照顾好她,并痛斥那个助理太无耻了。 11日,周海妹被爆料去世的消息时,李贵甫就在社交网络发声,希望周海妹一切都安好。 当时她解释两人已经三年没有联络了,再加上之前和她的团队有些不愉快,她不方便直接打电话给周海妹。 12日,周海妹的死讯公布后,李贵甫的情绪彻底失控。 12日,李贵甫在得知周海妹离世的第一时间,就在平台发文质问周海妹的助理,称,助理没有照顾好周海妹,痛斥周海妹的助理,你们太无耻了。 她在文中写道,你们没有照顾好她,从那个助理开始,我很伤心,她离开了我的世界,你们太无耻了。 无耻,无耻。 李贵甫当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,差不多五分钟后,她又发布一条自己痛哭流涕的视频,并在配文中写道,太过分了。 怎么这样? 视频中李贵甫哭的鼻子一把泪一把,双眼都哭肿了,鼻涕都流到的嘴里,哭得非常的伤心。 一定是在得知周海妹离世的消息后就一直在哭,情绪失控后,只能用痛哭来表达心中的痛苦和不舍。 大概过了四十多分钟,李贵甫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,她在微博发文悼念周海妹,她称周海妹离世后,她很伤心,周海妹也知道她会伤心的,两人认识了十八年。 她表示,那些欺负周海妹的人,她也记得,并写道,你在天堂好好,你会快乐,你会幸福,你更会阳光地照着我们,爱你的,我们都爱你,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,一路走好。 据悉,周海妹是在2009年和歌手李贵甫传出恋情的,当时媒体报道的是,周海妹还在和建筑师男友相恋, 周海妹在受访时也承认有姐弟恋,但是她并没有透露对方的信息,对方是不是李贵甫,便不得而知。 不过网上有很多李贵甫和周海妹的同框照流出,照片中李贵甫和周海妹的举止都比较亲密, 在李贵甫晒出的其中一张照片中,两人还疑似戴着情侣戒指。 周海妹的突然离世,李贵甫肯定是难以接受的,所以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。 至于李贵甫在文中所说的,助理没照顾好周海妹,是否另有隐情,恐怕只有几位当事人才知道。 不过,此前有网友爆料,周海妹应该是晕倒很长时间才被发现,送医急救后,周海妹全身僵硬冰凉。 这说明,周海妹至少已经离世两个多小时了,也就是说,她已经晕倒很长时间了,当时她身边根本没有助理。 另外,周海妹已经生病一个星期了,离世前一晚,周海妹的病情加重,在这种情况下,助理更应该陪在她身边进行照顾的。 看到这些细节,就不难理解李贵甫为什么会在文中怒斥助理太无耻了。 任达华在周海妹离世后受访透露,周海妹的身体情况不是很好,因为患有红斑狼疮,合作拍戏时或者私下里都不敢用力碰她,很容易就出现瘀伤。 这些都说明,周海妹需要平时贴心的照顾。 周海妹离世后,前任吕良伟、搭档李嘉栋、李若彤、陈法荣等圈内好友纷纷发文悼念,一路走好,愿天堂没有病痛。 接下来说,天度红颜。 往日照片,看周海妹的一生,最后一条动态让人泪目。 12月11日晚,一条,一代女星陨落,意外离世周海妹,在网上掀起了巨大波澜。 大家都祈祷着,这位女星离世的消息是假的,不断地辟谣,不断未被证实。 可是就在刚刚周海妹的工作室了,发布了一条消息,沉痛地告知大家,周海妹因为生病,于2023年12月11日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离世前的周海妹,才过完自己的57岁生日,看起来笑得那么阳光,没有和有疾病沾上关系。 回顾周海妹的这一生,从,假小子,到真女人,的蜕变,为爱痴狂了30年。 1986年,周海妹20岁。 这一年,刚进入演艺圈的她,要在剧中饰演一个备受,欺负的女孩。 没有经验的她,不知道怎么去把控情绪,演不出女孩的害怕和无助。 导演一怒,叫所有人都收工回去。 灯光黑暗,四周没有了亮度,只剩下黑暗,周海妹一个人站在那里,不敢动,只能委屈地大哭起来。 和她演对手戏的万子良,非常开心,赶紧喊住导演。 导演,她哭了,快来拍。 此时的周海妹,哭得梨花带泪的,和之前的她,完全是两个人。 她早已忘记了自己以前的模样,只能她把被人揍哭,自己可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哭过。 周海妹从小就被父母放在了香港的一个岛上,养成了她一副假小子的模样。 在岛上的日子,周海妹经常会跟着比她大的孩子玩,他们会卷起裤脚下水捉鱼虾,会利用下雨地在室外洗澡。 俨然是一副假小子的模样。 因为,她在17岁之前就没有留过长发,戴着边框眼镜,剪着一头短发。 她经常会被其他家长来家里告她的状,因为她老是闯祸,将别人打受伤。 为此,她的父亲很湿头疼,觉得自己女儿怎么天天做出来事都是像男孩子,没有一点女孩子的行为。 为了让周海妹不再那么假小子,回到女孩子的性格,父亲从香港小姐的比赛中得到了一些启发。 1985年,为了让周海妹变成她心目中的女孩子,周海妹的父亲给周海妹报了一场选秀比赛。 长得天生丽质的周海妹毫无疑问被选中,但是她有点感到意外。 不过,对于男孩子性格的周海妹,面对这么大的舞台,一点也不胆怯,只想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舞台上的周海妹,一头羊毛卷,泳装凸显了她娇好的身材,脚上踩着细高跟。 那个叫漂亮,可是外表的改变,遮不住她骨子里自带豪气的性格。 被这届评委认为,周海妹是最不符合香港小姐高贵优雅的形象,最终止步15强。 不过,比赛输了的周海妹,觉得进入15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 她表示,一点都不会难过。 虽然周海妹连香港小姐的前师名都没有进入,但她的心图特别坦荡, 同年就和香港小姐冠军谢宁得到公司的赏识,一起参演了无线电视剧《杨家将》。 人家以第一名的实力得到追捧是应该的,但是周海妹凭借自己出色的外表,也同时能得到了这份好运。 港姐之后,无线还是向她发出了邀请,想要签订她为无线议员的第一期学员。 周妈妈不太想让她进演艺圈,就想让她好好学习,以后找一份正常的职业。 但是周海妹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拍戏的这种体验,于是她和她妈妈约定, 如果两年之后还只能当配角,不能做女一号就退出演艺圈,选择继续读书深造。 经过短暂的学习,周海妹在这一年里拍了第一部电视剧《杨家将》。 表演经验只有零的周海妹连摄影机在哪都不知道。 开始拍戏后的周海妹变得文静起来,曾经的假小子,现在变成了文静的少女。 周海妹的星图真的非常顺利,1986年参加了《流氓大亨》,参演这部剧的都是大咖明星, 由演员万子良、吴启华、刘嘉玲、郑玉玲,该电视剧还拿下了当年的电视收视率第一。 同年,她还出演了一部小岛风云的电视剧,虽然电视剧没有像《流氓大亨》那么火, 但是这部剧让周海妹遇见了她的良人。 男主角吕良伟对周海妹一见钟情,每天都想和周海妹在一起。 在吕良伟长期的呵护下,周海妹很快就被吕良伟拥入了怀抱。 1987年,在周海妹21岁生日的那天,吕良伟向周海妹求婚。 周海妹不顾家人的反对,与吕良伟到美国登记了结婚。 只是年纪上小的周海妹不懂爱情和生活的区别。 吕良伟总想让周海妹能够相夫教子,可是周海妹觉得自己年轻,想要做出一番事业。 注定当不了听话的金丝雀。 昨日的饰言还在耳畔,如今却已各奔东西。 周海妹参演了《义不容情》,回到未嫁时,今生无悔, 笑傲在明天,成功路上,莫大皇孙而让大家开始。 真正认识周海妹,且对她的演技给予肯定的, 是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饰演的周芷若这一角色。 因为她饰演的周芷若柔若美丽,又心狠毒辣,让观众对她又爱又恨。 其实这个角色差一点就和周海妹擦肩而过, 因为看过原著的周海妹,也不太喜欢周芷若这一个角色, 但是导演不死心,一遍遍地和她沟通,和她分析周芷若的人物性格。 最终在制作方诚恳的邀约下,周海妹最终接下了这个角色。 并她没有想到的是,自己讨厌的角色反而把她推到了事业的巅峰期。 眉心点制的周芷若,无人能敢超周海妹。 事业高峰期的周海妹1996年再回无限,1998年又离开了无限, 签了亚氏。拍了纵横四海,然后身为第一女主的她,居然在聚集过半职时,被写死了。 这样太不合乎情理了,让媒体开始了解她真正离开的原因。 于是,周海妹身患红斑狼疮,危及生命的消息扑面传开。 后来周海妹也澄清过自己是血小板低,容易晕倒,但不是红斑狼疮。 不想拍剧,是因为想恋爱了。 曾经有五位男生同时追她。 2020年的她,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, 我都已经54岁了,都没有结婚,不结婚也挺好啊, 我反正也不想生孩子。 都一样的。 是啊,从曾经的假小子变成现在人人羡慕的淑女。 虽然外表柔弱客人,但内心却无比坚强。 21岁,为了爱情,不怕影响事业,选择了嫁给年长自己10岁的吕良伟。 发现不适合,马上离开。 如今为了爱人,也选择了生活在北京。 面对对方的求婚,即使再爱,也不愿再抛弃自己的自由。 虽然周海妹的一生定定格在了50期, 但她尽兴地爱过,潇洒地生活过,对事业拼搏过。 这一生,非常的圆满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